他的一些负面话题集中在什么上呢 我把它集中起来 四句话三个门 说这三个门大伙都知道 沙谈门 大捐门 河墨门 这张子怡2009年连着倒霉这事 说四句话哪四句话呢 张子怡自个说的 咱们经常说 祸从口出就这个道理 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 有的人问张子怡 说你有没有男朋友 你跟记者问这个很正常 张子怡怎么答的呢 能说他有没有 你看我长得很漂亮 我又是单身 男人见到我不可能不动心 他说这话呀 可能当时很傲计 也可能想炒作一下 可这个话在当时啊 稍微有点那么不开放的媒体环境当中啊 好多人就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要脸 自己长得漂亮 还是单身 男人见到会动心 这散发出一种什么信号 所以那个时候 媒体给张子怡的评价呢 就有这样的话 言语轻飘 啊 举止有点失大 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 那种银瓶外端庄大方的形象 也不像我的父亲母亲里边 演绎的那么纯情 所以这句话 当时是好多媒体的人 对张子怡没有好这一段 那么这个呢 还仅仅说 小姑娘一高兴 说点这个 说点那的 但后来有些话 明显就得个人了 你比方说 我们知道张子怡是 哪个学校毕业的 是中系 中央戏剧学院学舞蹈的 那么有一次 张子怡就说他自个母校的时候 题外话 人家有记者问他 说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 一个叫中系 一个叫北电 都是这个艺术的很高的 这个学院殿堂 你这俩学校 你怎么看 但张子怡中系毕业的 先说自个学校好 接下来他有一句话 说得非常不恰常 他怎么说的呢 说当初赵薇啊 免要考我们学校 考中系 没考上 最后才上来北京电影学院 所以当时张子怡这话说出来 很多人就觉得 这张子怡啊 没什么大党 你这种明显得罪人的话 你底下说不要紧 你对记者说 这狗仔队 反而反而是给你扩大 对你影响很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 张子怡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说确确实实啊 有那么一点不得人心了 很多人说 你说你张子怡啊 你这自己说话不要紧 又得罪赵薇 又得罪北京电影学院 那么我们说 他这些说话呢 还仅仅是人家觉得 他是一种个性 但是有的话呢 大伙听起来就特刺 你说前面 得罪赵薇也好啊 得罪这个北电影也好啊 或者说有些人认为 他言语轻调点 都不要紧 仅仅是得罪一部分人 他后来说过两句话 几乎把中国影迷都给得罪 他怎么说这话呢 张子怡后来不是去 好莱坞合作拍片子吗 他对美国记者 说的这么一样 说我啊 非常喜欢美国的环境 我想在好莱坞 待着都不回去 我觉得美国影迷真好 素质真高 你要是中国影迷 要跟你合影 你不跟他合 中国影迷就说了 哎呀我再不跟你合影了 我再不看你东西了 而美国影迷更加文明 更可爱 你琢磨琢磨 哪怕他说的是事实 你也不能明说呀 为啥呢 你是中国人呢 哪有当着外人面前 打自个家人嘴巴的 这等于 咱们中国人还耗个脸 所以这番话说出来 哎呦 这中国影迷气的 你干脆 你在国外被回来了 你死到国外得了 好多影迷非常气愤 没你这样的 你中国人 你出去了 在外面前把自个儿 家乡影迷给贬成这个样子 你别忘了你在大陆 怎么起来的 不也这些影迷 给你捧起来的吗 所以这句话 有点得罪人得罪狠的 那如果说这话呢 还仅仅代表他个人一种看法 说也就是这人 不招人代价而已 无所谓呗 那么接下来 我说这句话 他伤害了民族感情 怎么叫伤害民族感情 这是张子怡呢 在拍这个 《异级回忆录》的时候 他这里边 他演一个年轻的异级 巩俐演一个 进入中年的异级 和服吗 他对这个媒体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范仲冬 他说什么 说世界上最美丽的服装 是日本和服 当然这是他个人种审美 也无可后悔 可是你搁在这 由一个中国人嘴里说 特别特别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 中日关系很复杂 很敏感 有的人容易把它上纲上线 那不是赵薇 穿着带有日本军国主义 标记的符号的服装 拍了一张照片吗 回了让全国人这给骂了 鼻涕赵薇在电视 鼻涕把 勒一把 道歉 这不是个小事 这是一个民族感情的高度 所以张子怡说完这话 哎呦 遭到骂声一骗 当然我们说年轻人 头脑一冲动 话说完也就拉倒了 可是你自个干的事 恐怕很难一下子抹平 人家以年轻人冲动为理由 就原谅你吗 所以关键是除了这四句话以外 张子怡的负面话题 还集中在三个门 就我们说沙滩门 泼墨门 炸卷门 什么意思 咱先说这个沙滩门 我们说这个名人 尤其电影明星 尤其女明星 他这个恋情 一直受大家关注 张子怡渊先生跟谁谈恋爱呢 张子怡跟郭晶晶 差点成轴了 为什么呢 郭晶晶不是跟 霍振廷的儿子霍启刚吗 霍启刚的清哥哥霍启山 跟张子怡谈过恋爱 当然后来张子怡又没看中他 把他揣了 跟美国华纳公司一个大股东 英文名叫威威 跟这个人谈恋 俩人在这个NBA赛场上 大秀恩爱 当众接吻 恋情就曝光了 后来俩人怎么分手了呢 据说这个威威要跟这个张子怡 结婚之前呢 要搞婚前财产公正 张子怡一看干嘛 咱俩天歌蜜蜜 这你要公正 这是做离婚打算的 拉刀吧 咱散了吧 跟这顶级不好 后来分手 可是就在分手没分手 这个时候 2009年1月份的时候 这两个人到加勒比海海滩 去度假 以为这海滩是私人领地 结果张子怡就有点 不太顾及这个公众形象 也可能是拿西方标准 要求自己 你想在海滩上晒太阳 那就日光玉 这一日光玉 这个身上穿的就少 基本上上身啥也没穿 下身穿过啥 他跟这个男朋友两人 在海滩上 还做了很多亲密举动 哎呦 没想到让郭仔 这批里批里把他给拍下来了 结果这成了那年 跟燕照们齐名的 沙山门事 2009年12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张子怡家 我近有一个大海报 张子怡海报 这一圈是哗 就泼墨水 一般我们这个文化里头 泼墨水 就表示这人差劲 诋毁他 太差劲 是这个感觉 本来张子怡的形象 被人家泼墨给毁了一下 这他是受害人呢 可没想到网络上这种 强大的人肉搜索功能了 就这个事 一而再二而三搜索 开始有人说 这事谁干的呢 邓文迪干的 谁叫邓文迪啊 世界有个媒体大分 莫多克 莫多克他老婆邓文迪 邓文迪素数不大 跟莫多克得差五来费呢 邓文迪呢 是中国人 说邓文迪呢 跟这个张子怡呢 要合作 建一个跟斯皮尔伯格那种 蒙工厂差不多的 要拍一个片子 叫雪花和蜜山 你说这个片子 有人说 最近不是李冰冰演了吗 张子怡就是因为这个破墨门 没有眼上雪花和蜜山 让李冰冰挺去 说这个邓文迪给破的 有人说不可能 张子怡再怎么 跟邓文迪怎么比 人家邓文迪高高在上 跟你使这下在那呢 后来再人用搜索一调查 把真相翻出来 这个真相翻出来 哎呦 把大家一看就感觉到 真是说张子怡不怎么样 怎么回事呢 这破墨是谁破的呢 幕后主使的这个人呢 哎 叫做赵新瑜 赵新瑜是谁呢 有人说京城名园 什么意思 跟过去讲 焦气花 哎 你不知道他钱怎么挣的 哎 反正是非富即贵的 他都能往来上 说他为什么给张子怡破墨呢 说这个啊 赵新瑜啊 干过一个这么个事 把张子怡呢 介绍给上海一个大老板 是谁咱就不说了啊 反正顶级有钱的 那个时候张子怡呢 一边跟那个威威好 一边跟着大老板有往来 说白了 交钱两条船 张子怡就怀疑 谁说出去了呢 挺隐秘的 就怀疑这个赵新瑜 哎 在底下给透纹 所以对赵新瑜很不满意 赵新瑜你看 我饶是给你介绍的朋友 当然这也不什么好介绍 就是啊 你说我饶是还担你这罪过 很生气 所以就干出了泼墨本 那么这个事呢 说那我个人选择 我就愿这么干 哎 只要我不处判法律 没问题 我又没重魂罪 没什么呢 啊 这也对 但是接下来一个事 这个大捐本 算把张子怡彻底推死我了 2002年5月12号 大家知道 咱们这个汶川大地震 很惨 好多人看了 这是同情心被激发了 要捐款 要当志愿者 张子怡彻说 我捐一百万 我同时也得接下来 组织各种慈善活动 他说捐一百万 大家一看张子怡 还关键的时候 可以溜中国人脸 而且这个时候有爱心 挺好 我最想 哪怕只有一个人来 我也会把这件事做完 可是过了一阵 有那好事的好奇 就发现 张子怡前缘后妇 没捐一百万 他只捐了八十四万 还有他一个朋友 以他名义捐了七万 加一起九十一万 你不说捐一百万 那八万块钱哪呢 剩下的那九万块钱 怎么没捐上来呢 所以很多人说 你这不七十到名吗 你说你捐一百万 没捐到 其实这个事 在中国一些名人当中 挺多见的 说好了我捐多少钱 不捐 乍捐 骗取大家对他的这种好感 我认为这很无耻 要不你就别干 你不干慈善 谁不能说你什么 但你干完了 你获得那个声誉了 你没干到那些实际的事 你这不等于 孤名调遇 七十到名 所以这个乍捐门 让张子怡的诚信 又降到了这个兵点